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相信一定有人說過 他的夢想是環遊世界 但是我要為你的夢想 加上一點難度 如果你環遊世界的工具是一艘帆船 而且你和另一半都不是航海高手 而且你身上沒有億萬身家 而且你還有一個小孩才兩歲 那你還要完成這個夢想嗎 有一個家庭做到了 在門下 I am Aurora package I'm Aurora manage Jacobson I'm 8 and I started and when we started sailing II was two and a half We had planned for this trip for a long time I always wanted to do that since I'm a little boy depois我們就走 OK我們就走 but this time we want to sail around the world. We started here, sailed down to Tringad, up to Bequi, and sailed through the Panama Canal. Sailed to Galapagos, which we had to hand-steer all the way because the autopilot died just after we left. After French Polynesia, we went to Fiji, and then we go north to Marshall Islands and Kiribati, and then we go down to Vanuatu, to New Zealand, Australia, Indonesia, Singapore, Thailand, Malaysia, and then from Malaysia we went to Chagos. Then we went to Madagascar and South Africa. We went around the Cape, to Santalita, to Itaparica, and after Trinidad again. I jump around with the waves so that it seems like I'm flying. We want to welcome the Lie Phing and her daughter's daughter. Lie Phing, how?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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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orgot the two children. Hi, I want to introduce them. Hi, how? Hi, w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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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Mia Capri. Hi, who is she? Hi, who is she? Hi, who is she? Hi, the three months. Hi, well, Hi, folks. Hi, do she three years. Hi she is Leona. Hi, he two weeks. Hi, the two months. Hi, as she is two months? Hi, she is a women. Hi, women. Hi, women are two men today陪 you. Hi, yeah. Hi, you will know how they are all birthing. Hi, yes. S היא Good lady. Hi, I very much is I was awkward. H We just so cold. Hi, so we might get there. Hi, her friends are still alive. PUTherly you live out in the likeユニabآN 七年八个月的时间 其实这很难想象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 在海上的日常生活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就是航行最长的时间是38天 那如果说航行的时候 每天晚上的时候 大约傍晚七点的时候 我先生会是他轮值的第一班 然后他从七点到半夜一点他轮值 然后呢半夜一点 轮值的意思是 要看船 然后因为船 不能睡 不能睡 对 他要在甲板上 不一定要在甲板上 如果天气不好的话 很可能是要在驾驶区 就是整个可能六小时 都必须要待在驾驶区里面掌舵 或者是移动帆这些事情 那如果天气好的话 其实都在船舱里面 可以看看航海图 或者看书或什么都可以 那像我的话 我的轮值时间是半夜一点到早上七点 那这段时间也是看天气好不好 天气如果好的话 那我就可以做做家事 然后准备一些第二天的课程 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像 因为我会每隔两天做一次面包 所以那那个时间就是我发面的时间 因为需要 它需要时间才可以发酵 所以那段时间就是一个很适合的时间 因为新鲜面包就可以做早餐这样子 跟我们描述一下你的帆船有多大 帆船是39尺英尺长 然后呢33英尺宽这样子 那如果换算成我们比较熟悉的平数 大概它是多大的空间呢 其实我没有想过它是多大的空间 那可以想想看就是可能是12 13 12公尺长 然后呢10公尺宽 那就是120平方公尺 在一个很局促的船舱里面生活 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每天除了在轮值的时间之外 还做什么呢 其实事情是蛮多的 因为有时候船就会有一些损坏 那我们就需要维修 那如果没有维修的时间的话 那就是我基本上比较多做的是家事 跟帮小孩子上课这些事情 对 月童每天要上课 是 月童那时候上船的时候是几岁呢 他上船的时候是不到两岁 那那时候当然是不用上课 那他当然 但是到了就是将近四岁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帮他上幼稚园的课程 月童喜欢在船上吗 喜欢 为什么 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部分 就是一个我玩的游戏自己 自己 自己 invent 自己发明的 自己发明的游戏 你发明了什么游戏可以告诉我们吗 是我的小秘密 你的小秘密 那每天妈妈帮你上课吗 对 妈妈会帮你上什么课呢 很难的很不好玩的课 你在海上是如何进行他的教育呢 刚刚月童说那个很难很不喜欢的课 是什么呢 通常我们上课是这样子 就是他早上起床以后 吃过早餐以后我们就开始上课 那一个钟头 第一个钟头我们是上德文 然后第二个钟头我们是上英文 不是上中文 然后这两个都是上整整一个小时 然后之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用一套英文的教材 然后是一套就是学校的完整课程 也就是包括数学啊 包括科学啊这些东西都是包括在内 所以你即便是自己教他 他也是一套很有规律的系统 不要让他不要辣的进度 没错 他其实他就是 他其实是被美国政府所承认的 所以你也是 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自学方案的话 你是如果通过考试 通过他们的考试的话 也是一样跟我们这个 跟我们国小毕业是一样的这样子 所以他有一点语言天分好 是 我刚刚听他中文好流利哦 对而且中文其实就是 受限于说可能环境 也可能是因为中文本身的国字 比较难的缘故 他中文算是他三个语言里面 最弱的一个 真的 是 所以但是我们在海上 其实是没有同侪团体的对不对 这件事怎么克服 因为其实有很多跟我们一样 就是环游世界的家庭 那他们有很多的小朋友 所以通常我们就是 这些小朋友跟他的背景也比较相似 所以也比较聊得开 那如果说就算是有时候真的遇不上 那我们在当地 我们也尽量跟当地小朋友交朋友 所以月桶你手上的小猫 是你在海上的朋友吗 是啊 Mia Copraya是 他是你海上的朋友 那另外一个呢 这是陆地上交的朋友吗 对 这是陆地上交的朋友 那你海上还有其他的朋友 对不对 对啊 目前的话 像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是一艘澳洲船 那Darian他们 可能现在他们就是 是在茫茫大海的某一处 所以就很难讲他们到底是在哪里了 有时候害怕是有点无极 就是你不需要去害怕 但是你害怕是没有办法说 控制住你不怕就不怕 那像是有时候风浪很大的时候 那我必须要在外面掌舵 然后我听到那个声音 我就觉得就已经觉得很惊喜 那个海浪的声音 对 海浪的声音 风的声音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